这个就是为了之后我们可以得到躺平币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数据 所以就是战友们我们一定要支持这个事啊 就非常告明 就后来我就明白保罗的用意了 根据齐哥的那个说法 然后呢大家再想想在我们使用躺平币的过程中更有意思 是吧 你到人商店去 这个城市一百个人都跑到商店去了 你说躺平币吗 商家说 什么叫躺平币啊 就这个我转给你是吧 你把这捆卫生纸你买给我 然后商家说 我拿着你这币我能干嘛呀 你上隔壁里换酱牛肉去呀 这就流通起来了 战友们这就流通起来了 流通起来了干嘛 谁还用人民币啊 你还用人民币吗 就是这么玩的